人人都说追求自由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自由呢 有人说哪有那么多自由 我还想要杀人放火的自由 你当然有杀人放火的自由 比如说你在你自己家放火 杀你自己 只要不殃及旁人 或者你可以去沙漠放 只要沙漠主人同意 现在明白什么是自由了吧 对 自由的本质是产权 产权就是自由的边界 你杀你自己 是你产权范围内的事 但是杀别人不行 那是侵犯 产权范围内你可以随心所欲 但是产权外 你必须小心谨慎 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才有享受自由的权利 自愿交易的市场 人人都有自由 会形成竞争 竞争就是天然的秩序 法治是秩序的保障 任何破坏自愿交易的行为 都是侵犯产权 不是侵犯的 他们考虑自己的阻挡